尊贵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间 明智之选 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综合体 时尚生活触手可及 生态空间 品味休闲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爱家 才是好男人 王府井 King Square第二期五星酒店级公寓 电话905-888-6788 安省省选倒计时 新民主党公布竞选政纲 成本为33亿元 三大主要党派中最少 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宣布 沙特妇女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有史以来首次 西班牙巴塞罗那迎来最后一场斗牛赛 国际运动将永久告别巴塞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国语周末晚间新闻节目 今天是2011年9月25号星期天 努力8月28日 我是河山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先来关注本地方面 安省新民主党今天披露 该党证选政纲的成本是33亿元 新民主党还宣称和其他的党派相比 他们在处理安省财政问题方面的政纲 最为经济和实际 新民主党的政纲包括增加医疗资金 增加企业税收和免收水电费的销售税等内容 新民主党表示 实施该党的政纲只需要33亿加元 而实行自由党和进步保守党的政纲 则分别需要36亿和60亿加元 安省新民主党还指出 令两大党派计划在未来四年 每年增长4亿加元的收入 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 能否实现这个目标还是一个未知数 自由党方面则表示 新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可信 该党政纲中的加税计划 和企业税收优惠等内容欠缺考虑 今天在安省的Brandford 保守党领袖胡达克 访问了一位银行抢劫案的受害者及其家人 并承诺如若当选 将确保受害者索赔程序拖延的情况不再发生 胡达克表示 受访男子的大脑受损 他的家人三年以来 一直和刑事损害赔偿委员会交涉 索取有关赔偿 但却受到了冷遇 胡达克指出 安省自由党政府的受害者司法基金 有着高达3100万家元的盈余 如若当选 他将确保这些钱能够真正送到受害者手中 今年三月 自由党政府曾表示 受害者司法基金只剩下300万的盈余 大多数资金都已经派送给受害者 胡达克则指责自由党玩弄数字游戏 著名调塑家李沃沃计划 无偿为逝世的前新民主党领袖林顿 建造三座不同造型的铜像 为缅怀八月因癌症去世的林顿 Viva计划为其建造雕像 Viva表示 他计划建造一共三座林顿的铜像 其中一座将是林顿骑车的造型 另两座则分别是林顿主着拐杖 和坐在长椅上的造型 Viva还表示 他不是受他人之托建造这些铜像 也不会收取任何报酬 杰克出生的Viva的雕塑作品遍布世界各地 去年他在萨省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 医疗保险之父道格拉斯的雕像 道格拉斯的孙子和林顿 当时都出席了他的新作发布会 遭钱家军上校威廉斯非法禁锢及性侵犯的 受害女子已入禀法院 要求已被裁定谋杀罪的威廉斯 她的前妻以及安省省警 总共赔偿700万家元 受害女子马斯科蒂 周五入禀安省高等法院 要求被告人就她蒙受折磨痛楚 以及承受不安情绪和精神困扰 做出赔偿 马斯科蒂在申诉书中指控安省省警 没有为她提供保护 她指出 警员接到报案后抵达她的居所 要求她继续保持被捆绑的状态 直到数个小时后 省警摄影师到场将情况拍摄下来为止 马斯科蒂指出 她被侵犯前的数天 附近地区也曾发生过两起类似的性侵案 但是警方并没有向公众发出警告 马斯科蒂表示 受到性侵犯之后 她开始酗酒 并且患上了创伤后紧张症和焦虑症 马斯科蒂的各项指控 目前尚未在法庭内获得证实 辩方也还没有提交抗辩书 再来看一条加工方面的消息 联邦时评检验局近来发布通告 提醒对豆类过敏的消费者 不要使用红盒牌卖片粥 因为其含豆类 但没有在外包装上加以标明 目前位于安省万井的生产厂商 正在主动回收 该产品以1.35公斤包装 在全国范围出售 实检局警告 对大豆过敏的人 如果误食 可能产生严重 甚至危及生命的反应 不过 目前尚未收到 使用相关产品致病的报告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加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一起把目光展现国际方面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今天宣布 在他于23日在联合国发表历史性演说后 巴勒斯坦之春已燃降临 约旦河西案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 今天欢呼挥舞旗帜 英雄式的欢迎阿巴斯胜利归来 阿巴斯无视以色列和美国 要求重返和平谈判的呼吁 23日要求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为独立国家 阿巴斯强调 巴勒斯坦将不会在以色列 没有完全停止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情况下 和以色列展开和平谈判 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今天宣布 沙特妇女有权成为协商会议议员 有权参选市政委员会委员 这意味着一直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沙特妇女 首次获得了与男子同等的权利 阿卜杜拉在本届协商会议开幕式上说 他在咨询伊斯兰教学者和法规后决定 从下一届协商会议开始 沙特妇女可被任命为协商会议员 沙特协商会议成立于1993年12月 是国家政治咨询机构 协商会议议员由国王任命 阿卜杜拉说 在下周举行的沙特市政委员会改选中 妇女可以投票和参加竞选 沙特建国以来奉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规 按照宗教的规定 妇女外出必须穿黑袍戴头巾 同时要有家中男性陪同 妇女还被禁止驾车和外出工作 利比亚执政当局军方发言人 巴尼今天在迪利波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全国国度委员会武装人员 正从两个方向进入卡扎菲老家苏尔特市 但尚未完全控制苏尔特 巴尼说当局武装迈出了重要一步 解放苏尔特已无需太多时日 他还表示 目前当局已经完全控制 贯穿利比亚东西方向的公路 巴尼说 被于迪利波里西南方向的古达米斯市 24号晚遭受强烈的炮火袭击 当局有确切证据表明 袭击是由卡扎菲残余武装发起的 巴尼还说 当局正在审判一名被俘虏的前政权高官 由此得知卡扎菲仍然活着 并想重新夺取权力 巴尼表示 执政当局仍不清楚卡扎菲藏身何处 他说 内比亚沙漠广阔被卡扎菲隐藏提供了便利 尼泊尔博大航空公司今天证实 该公司一架小型飞机今天坠毁 机上16名乘客和3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这家航空公司确认 遇难者包括10名印度人 1名日本人 2名美国人 6名尼泊尔人 其中3名尼泊尔人为机组人员 1名尼泊尔人在现场救援时仍有生命迹象 但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尼泊尔警方确定 恶劣天气导致飞机坠毁 尼泊尔气象局官员拉贾德拉告诉新华社记者 飞机坠毁地区为大雾和降雨天气能见度非常低 印尼总统苏西洛表示 印尼中爪哇省梭罗市一个教堂 今天发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 与今年4月份在西爪哇省井里问县 警察局大院内发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有关联 苏西洛说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梭罗市自杀式炸弹袭击者 是井里问恐怖团伙成员之一 他以责令有关方面对两起爆炸进行彻查 揭露幕后恐怖组织及其资金来源 梭罗市的一座基督教新教教堂 当地时间25号上午发生自杀式爆炸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14人受伤 今年4月印尼西爪哇省 一警察局大院内的清真寺 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30多人受伤 俄罗斯财政部长库德林今天说 如果2012年总统选举之后 现任总统梅德维杰夫出任新政府总理 他将辞职 库德林自2000年以来一直担任财长 他今天表示自己不会在新政府中任职 不是因为没人向他发出邀请 而是他与梅德维杰夫的一些分歧 使他无法成为新政府成员 梅德维杰夫昨天提议 由现任总理普京参加定于2012年3月 举行的总统选举 普京则表示如果当选总统 将提名梅德维杰夫出任总理 库德林说 他将无条件地拒绝在梅市政府中任职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 这是他首次公开说明 与梅德维杰夫在经济政策方面 存在一些分歧 这些分歧包括俄当局大规模增加军费等 从伊朗获释的美国徒步旅行者 在被监禁两年多以后 于今天回到了美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报道 沙恩·鲍尔和乔西·法塔勒 在今天下午抵达美国 伊朗当局星期三 在这两名徒步旅行者 缴纳100万美元保释金后 释放了他们 他们先飞到阿曼 阿曼在他们获释过程当中 提供了协助 今年早些时候 伊朗法院以间谍罪名 判处他们八年刑期 伊朗当局在2009年 指控鲍尔和法塔勒 和另一名女性徒步旅行者 舒尔德非法进入伊朗 而将他们关押 舒尔德去年保释出狱 获准返回美国 被外界誉为反斗牛中心的 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 今天迎来了最后一场斗牛赛 至此 不仅本赛季将告一段落 这项被称为西班牙国际的运动 也将永久地告别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所在的 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决定 从2012年1月1号开始 整个加泰罗尼亚大区 将彻底禁止持续数百年的斗牛赛 此前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 于1991年宣布斗牛赛为非法 西班牙各大城市 对斗牛赛的态度分为两大阵营 巴塞罗那是最为著名的反斗牛中心 2004年4月 巴塞罗那市议会通过决议谴责斗牛 并宣布成为第一个反对斗牛的西班牙城市 此外西班牙还有42个城市 宣布反对斗牛 有消息说 为了见证历史时刻 许多人赶赴巴塞罗那 观看最后一场斗牛赛 门票被炒至3500欧元一张 仍是一票难求 好了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 还有来自中港台方面的新闻消息 我们将会了解到 菲律宾召集十国划分南海 中国称主权不可争辩 中国第一个太空实验室天空一号 最快将在周四晚发射升空 比电台报纸更快 比八卦杂志更精彩 九五时差为观众送上当日娱乐新闻 全程最快 多伦多唯一娱乐新闻节目 八镜娱乐 WOW TV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 网上及时点播或用手机收看 都一样可以八镜娱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会聚多事精英 访客会谈购专 多事会谈 逢星期六日早上十点半播出